今年8月14日,北京警方先后将演员柯震东、冯祖明等多名涉毒人员查获,收缴部分毒品大麻。 经审查,柯震东尿检成大麻类阳性,并如实交代了自己吸食毒品大麻的违法行为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2条规定,吸食注射毒品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,可以并处2000元以下罚款。 柯震东因吸食毒品被依法行政拘留14日。 这是错误的奇怪,我非常难过,那个时候我的家人朋友甚至是喜欢我的人,同样可以张开他们的手。 给我一点拥抱。 14天后,也就是昨天晚上11点30分左右,柯震东父母前往东城区拘留所,去接即将获释的柯震东。 此时,现场已经集结了大批媒体在门外等候,走出拘留所的柯震东虽然面容略显悄,但看上去显然冷静了许多。 他表示,14天的拘留让他反省很多,也思考很多,他希望大家以他为戒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